很多观众很担心 天玑9200会不会很发烫 它还有120W神仙秒冲 如果是以小米来命名的话 小心四五千跑不掉 一台两千块的手机 在安都都可以拿下146万分 还配备了UFS 4.0还有LPDDR5X 这样的阵容你说两千块哪里找 只有小米 也不是小米 红米办得到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开箱的 红米K60自尊版 我们先说它的处理器 它是配备了天玑9200 plus 5G芯片 5G网络只有在中国支持 来到大马是不支持的 因为里面少了一根band I think 一般可能是要control market 如果你们全部去到中国买小米 马来西亚的小米谁来support 就是你们要买 虽然说这里的小米卖到有一点贵 不是很贵的那一种 可是这个K60 Pro如果它是以Poco命名的话 这样就会去到很便宜 如果是以小米来命名的话 相信四五千跑不掉 目前在安卓手机当中 它的跑分数第一名 这个170万你们就看看就好 像普通这样跑 146万这样的分数我已经很满意了 因为在之前如果你有follow我的Facebook 你就会看到这张照片 跑自己的安兔兔都可以跑到overheat闪退 后来就去更新再做一些调整 终于可以顺顺跑得过 再配合这一次还有硬件级芯片 插旗实现了更好的渲染 同时做到144赫兔超增 当然这144是针对部分游戏 并不是所有游戏 由于我手上的这个是 只有针对中国版游戏有优化 对于国际版 比如8G Mobile Legends 只可以开启普通阵律 可是一去到王者和平 120帧直接开 再配合它 狂暴引擎2.0 刚刚所说的是硬件 软硬协同的情况下 让整体的游戏 画质流畅度 全局加速达到一定的功效 直接去到一种电竞手机的感觉 诶 真的很棒 我们先说原神啊 60ZHD的画质 整体的流畅度 个人是很满意的 通过PurfDog测试 平均帧率都能维持在一个53F 去到王者更爽 可以开启4格120帧 整体的流畅度真的是丝滑到 再加上它的触控 也是一个不低的存在 可以去到480Hz 再配合它的超触控 分辨率 还可以调整它的触控 灵敏度跟手心 这些东西全部含不然 滑下去的时候 王王者就是爽 就好像拿着一台 非常昂贵的电竞手机 再配合它的屏幕又很亮一下哦 分辨率 1220x2712 满血Armoled 再通过它的独立显星 push out它的颜色色彩 拿来看戏追剧 或者拿来打game的时候 所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是真的很强的 去到和平也是如此 6格90帧 它的跟手性完全没毛病 再加上它的双扬声器 声音除了是大声还沉稳 脚步声很容易听到 视觉有 听觉有 再手感也非常好 由于是搭载了线性马达 配合4D震动反馈 玩射击游戏的时候 特别有手感 相信很多观众很担心 天机9200会不会很发烫 有些博主讲灰烫 有些讲不会 其实通过我这样一两个星期的测试 after我update了过后 手法很OK 平均在42-43度 就算是在压力侦测 最高温也去到一个47度 还不算很高啊 我是在房间室内温度 27度的情况下 才可以达到如此的表现 如果是去到户外 相信它的温度呢 应该会比较高一点 为了可以让9200冷静 它有针对散热这边做出了一个 在续航能力表现 它是搭载了 5000mAh玩高帧率游戏 比如说王者和平 或者是开启原神60帧帧率下 它的平均24%美 最多能坚持4小时 假如你觉得它的续航并不是很理想 它还有120W神仙秒冲 19分钟就能满血复活 在性能上的表现的确没毛病 那么在相机方面OK没有 我是觉得妈妈呆而已啦 我们先看参数 它是支持一颗50MP 800万的超广角2MP的畏惧镜头 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 像素不一定是越高就越好 还得看整体的表现 就比如它是用着什么处理器 什么感光元件 光圈多少 支持多少倍的光学变焦 有没有OIS EIS的加持 这一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整体的拍摄体验 那么这一台手机呢 它就配备了IMX800 支持两倍光学变焦 我们就说主色去到水族馆 我就有拿华为P60 Pro 一样是50MP Side by side去拍摄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在颜色上识别 华为会抓得更准确 红色的灯光会压得更低 还原更真实的色彩 光的凝聚效果都会更加的好 而K60 Ultra 对于颜色上的识别呢 有时好有时坏 暗光方面的确是没得来 去到户外的时候呢 它的颜色一下就上来 因为小米跑的风格是比较偏向颜色上的冲击 一拍你会觉得特别的shark 可是条件就是光线要足够 你看这两颗都是50MP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别 就是这样的原因 然后第二处理器 天机对于拍摄这一块的优化呢 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也是为什么很多厂家 它们的超大背板都是用着骁龙处理器 骁龙在ISP也就是拍照这一块的演算法 演算力可以去得更强 Bug也比较少 优化方面比较容易 假如你要拍摄体验的话 当然你可以优先考虑配备骁龙处理器 拍视频方面它是支持 在前置镜头是支持了一个20MP 还给了Sony传感器IMS596 对于硬件上小米肯定没输过 可是在用户体验上呢 那就未必啊 有些可能会很喜欢小米 有些用了小米就会觉得好难用 因为有时你被UI绑架了过后 就算那台手机性价比很高很像都好 你用起来就是不习惯 所以用户体验还是网到 so 按需求而购买啦 假如你对硬件上有所要求 你要性能上的输出 你要游戏上的体验 这台手机绝对值得入手 你要拍照的体验 可以去参考它的小米13 Pro 13 Ultra 拍摄体验会更棒 对于这台手机的拍摄体验 我只能说一般而已啦 so 我们来做个总结哦 这台手机在配置上它是有 是吗 24E TV 这样高吗 它的那个硬件真的是去到很变态 顺便我要跟那些每次讲 8GB RAM够用了啦 不用卖到12GB啦 然后16 太多了 24神经病 电脑都没有这样大 对啦 电脑没有这样大 可是你知道未来的应用程序 会越来越大吗 真的是不知道过后的应用程序 可以肥到什么程度 so RAM 当然是越大越好 假如有预算的话 当然你就入手更高的 最低要求也要有12GB RAM 在价格方面最低是 2000左右 1TB only 2600 去哪里找啊 so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先了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Jager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